阿洛哈的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好那因為最近的話我們把我們的初音的基本上能打的關卡都已經打過了嘛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會來繼續打一下我們真傳奇關卡 那等到初音的轉蛋池這邊到了那個有必中的時候呢 我們就來把徐音劉哥給他抽回家好不好 那已經看到蠻多人都已經抽到徐音劉哥啦 那你們覺得他好用嗎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好不好 告訴哲平他到底好不好用喔 其實這樣唱歌的話是蠻好聽的 但是實際上用起來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這樣感覺囉 好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真傳奇關卡 那昨天的話基本上是順利的把我們這個困惑的魔道路給他解決 那完全都是靠了我們七歲歲的彗星一擊 超級無敵威猛的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看一下我們下一個地方是我們的天界酒吧坊 看一下裡面是長什麼樣子喔 好那天界酒吧坊的話這邊的話機關是我們躁動的門口 123456 6個問號囉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把這次的那個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初音活動系列的角色 我們都給他帶上場看一下他們威力到底好不好啦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上一次是只有抽到我們的靜音啊 跟初音還有音初音這三隻嘛 基本上是我們上一次的那個超級稀有貓貓 順便幫他站一下就是這一次你們會不會想要抽啦 因為基本上這一次的話是多了一隻巡音嘛對不對 那如果這三隻你們覺得也不錯的話呢 都可以把他們抽起來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那這邊來稍微換一下我們的隊伍 欸把那個坦克陣型換一下好了 把那個誰啊 欸我看一下啊 把這個 把這套隊伍拆掉看看好了 這套是打天使敵人的 我們把那個學姐換下來換初音 然後二號機換下來換音初音 然後我們這邊的那個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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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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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傳奇關卡這邊有二星了喔 就是二星的活動了 所以基本上有一些關卡是可以打到二星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挑戰一下自己的威力喔 那這關卡基本上目前來說出現的是我們一般的蛇 跟一般的小敵人還有我們一般的企鵝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還好 那可以正用這個階段來先存點錢包啦 然後我覺得這邊我們坦克好像稍微有點厲害喔 都已經把一大堆小敵人都已經打死了 然後這邊的話要稍微加一下了 當你發現大寬強貓的數量驅減的時候的話 你就知道吧這邊的話可能就要先上一點點我們那個角色了 不然這邊很有可能會直接爆掉 那盡可能推薦大家就是你在關卡還不熟悉的時候 盡量都不要先就是出太快 要不然很有可能就會直接碰到一些很恐怖的敵人喔 OK 這邊就交給我們的企鵝繼續把我們擋在這邊喔 那待會的話我們可以先出一些就是 動作比較慢的一些角色啦 就是讓他們就是慢慢的走過去 因為其實前爆的話他的量是一定的 所以我們就盡可能讓他慢慢走過去之後的話呢 然後再叫更多一些就是其他的貓貓出來 因為你讓他慢慢走的時候的話呢 這個時候我們還是會繼續存點錢包的嘛 對不對 那那個我們走到快要到場的時候的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再叫出下一些的一些那個超級貓貓 所以這個算是還蠻重要的喔 這邊的話我們就先叫那個誰呢 我想一下喔 這邊 欸 龍弓獸先出來好了 龍弓獸移動比較慢 直接噴掉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就是我們的那個 初暈啊 初暈啊 經營連全部都出出來 看一下是不是會遇到誰喔 來了 咪咕 咪咪咪咪咪 欸 這邊的話直接遇到的是我們的那個 古代的那個菲兒啦 那 這關的話如果真的要打的話還是比較建議帶上一些那個能夠打古代種的角色出來會比較好 但是我們這邊 精靈 經燃 還有我們的初音感覺也是 蠻沒有問題的喔 而且我們這邊還有金嘎用啦 所以還行 這一次的我們陣型還算是OK 那這關主要來說就是有我們的這個 異星大部隊跟我們這個古代的菲兒喔 那古代菲兒的話基本上你被他打到的話會有這個 中火的效果阿 就讓你就是有一些特殊能力發不出來這樣的感覺 等等等等我覺得應該開慢速了 我覺得我最近會打輸的原因很大部分都是因為我開了那個 加速喔 加速的話基本上真的還是會影響到就是整體的那種感覺啦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點喔 稍微開一個貓帕把他們打後面去一點點 欸這邊是不是那個阿 硬初硬還是可以打出一個那個 暫停的那個效果好像還不錯耶哇這邊還是 感覺還是不太行啦因為畢竟這邊的話是我們就是那個 異星品種的但是感覺快要OK了耶所以這邊再稍微調配一下應該是OK的 金嘎用這邊的話就換一下 還是要帶個美女神好不好 剛剛在那邊一直把美女神給他換掉也很久沒讓美女神登場啦 讓他登場之後的話應該會稍微比較好一點點然後我們再把一些角色 淘汰狼這邊換成我們的那個 漂流貓啦就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主要來說就是那個貴賓犬圈啊 異星對賓犬跟我們異星形容 太漢的那種感覺會比較 麻煩一點點喔然後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再用一隻角色來打一下我們後面那隻飛鵝 基本上用我們的貓俠就沒有問題啦所以只要有古代種的地方的話好不好 你們派出我們的貓俠啊應該就是會比較 好一點點喔來看一下貓俠喔 目前來說感覺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這個躁動的門口 應該是可以輕輕鬆鬆的喔 那前面的話一樣就是先來存一下錢包我覺得還是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存錢包法就很簡單就是把我們盾牌這樣派出去就好了派個幾隻 然後看我們就是那個大狂的強貓 死的差不多的時候我們就在輕輕的叫幾隻出來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就可以慢慢把那個企鵝給他弄掉那說來說比較麻煩就是有我們的就是那個 那個誰啊 就是有我們的異星飛鵝啦那不是異星飛鵝就是古代飛鵝那說來說這關如果你有白物夠的話應該可以更簡單把他們給解決掉 因為他們的那個走路速度就會被你緩速那 緩速的話基本上就不會那麼的難打這樣子感覺喔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依照這個隊伍來去用一下所以來有你新系列的話我個人都是還蠻推薦的原因就是這樣因為 他可以幫你就是整個關卡變得就是比較 穩定住啊他也不是百分之百能夠讓你贏但是他可以讓你就是打關卡比較稍微 偏穩定一點點這樣的感覺就你不會打那麼辛苦 至少就是容錯率會比較那個 高一點點喔就是不用擔心就是失誤或什麼樣之類的 所以藍眼睛就是有這個好處啊但是 不見得你要拿到藍眼睛就才可以把這些關卡給打掉所以大家的話這也是很重要大家不要誤會說喔 我一定要藍眼睛媽媽爸爸買給我沒有沒有這款遊戲是不需要藍眼睛你也可以打過去了喔 好沒問題我們來看一下喔 剛其實初音天團是表現的還不錯啦只是後期的話感覺是有點小可惜那種感覺喔 這邊的話我們就 就在美女神 因為美女神應該要再晚一點點出喔 好 我覺得初音部隊的話應該都還要再晚一點點出 但是多了這個 漂亮貓那些的話應該就更穩定了 只要把他們暫停住應該要看這貓俠直接一個暴擊直接把那個 我們的貴賓全全部都給他打死了完全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這關最麻煩就是因為那個什麼啊就是 古代菲爾如果打到我們就是那個漂流貓的話我們那個就是中火效果打到我們身上我們就沒辦法暫停住他喔 這次有沒有多家的漂流貓一切穩定OK有沒有所以 這一切的一切好不好 就是有一些機械有角色跟稀有角色真的都超級無敵好用 像我就還蠻喜歡用拉麵王拉麵王就很坦然後你看再像我們機械有的這個 暫停住喔直接把這個關卡就直接穩定在這邊了所以 剛好我們整個是在用我們天使部隊啦那剛好就是不對套了嘛 有些人就會跟我講說欸哲平你為什麼不用哪一些角色因為我很多關卡都是 打一次之後就馬上直接就是換上去 就會不太知道這關卡裡面有什麼東西所以就不會 嘗試太多我基本上就是 能夠超級碾壓我就超級碾壓 那如果打不贏的關卡的話我才會慢慢細細研究這樣 相信大家都看得懂就是哲平的一些 模式嘛好不好 那照燈的門口的話這個關卡裡面就是有我們一大堆的那個 異星角色再加上我們這個就是 古代飛鵝那總體來說的話你只要帶上漂亮貓或帶上一些遠工具角色的話 都比較容易可以通過而且其實初音這三隻 也沒有說這麼爛喔這還蠻好用的這樣感覺喔 再來是我們四個問號喔 可耍狼 可耍廢走廊 這走廊大家應該蠻喜歡的可以耍廢 什麼鬼名字啊 看一下可以耍廢的走廊裡面是什麼應該是蠻輕鬆的關卡不然他也不會讓我們想要可以耍廢 那一樣先把我們大寬強包派出去先來 卡一下陣線就是 讓他們就是不要走太過來喔因為 尤其是啦就是有那個不死敵人的時候你就必須再更靠一隻角色過去卡一下陣線這樣子喔 那目前來說這個關卡是有四隻角色的喔目前只有先來到了一隻就是我們紅色豬豬啦然後 紅色豬豬目前看起來好像也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威脅性的我們就 繼續來把我們的這個 錢包給他升滿滿喔所以這兩關我會覺得比較好一點點原因就是 他都有足夠的空間讓你升錢包跟我們金錢喔 只要有這樣的關卡的話基本上你就是拼你的那個 超雞貓貓的威力了那是蛇屏最喜歡的關卡因為我的超雞貓貓 絕對是世界無敵多的啦好不好 我這邊的話真的是 完全全不用擔心我只要針對他們的屬性來打一波就沒有問題了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有可能是紅色敵人的天團啦或是怎麼樣都有可能因為目前就是 紅色豬豬嘛對不對那 那待會的話我們一樣用第一波的那種概念就是先出門的那個龍龍獸 慢慢的讓他走過去然後再派一些比較遠攻距離的貓貓出來 我是建議大家就是遠攻距離貓貓的話是最後再派出來會比較好一點 敵人剛出來的時候很有可能就是一窩蜂的直接往我們這個塔前靠吧那 如果你太早把我們一些就是遠攻距離貓貓派出來的話他們只能打到就是 遠處的敵人打不到近處的敵人如果讓他們太早就是走到自己的那個就是 無風地帶的話就會比較尷尬一點點所以我這邊是非常建議大家就是 讓那些就是我們的那個遠攻距離貓貓就是走的稍微比較慢一點點稍微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好這邊的話沒有問題 其實靜音臉跟靜音臨還有我們的初音跟那個音初音好像也是比較屬於遠攻距離貓貓的就是了 來來來來來來 喔喔喔喔喔喔出豬王 喔還有再加上我們這個那個鴕鳥 那鴕鳥的話基本上這邊靠貓俠打應該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吧喔我是說吧喔 可是我上次就是看過就是我們之前打鴕鳥的高手絕對是我們那個誰啊絕對是我們那個就是 黑獸牙王喔他直接兩下又直接把我們鴕鳥給毀掉了好像還不錯 哇哇哇這邊好像 有點有點慘喔已經慢慢的在K過來了而且這個 豬豬王這邊感覺好像有點麻煩而且豬豬王感覺會一直來一直來喔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邊大概 最主要的就是要先把這隻鴕鳥給打死因為這隻豬豬王一直瘋狂生一直瘋狂生而且每次都是來四隻啊 哇哩我的天天啊哎唷喔 喔要羞喔 那這邊的話大家如果要打贏的話真的可能要帶上一些能夠打我們紅色敵人的角色會比較好一點要喔 鴕鳥死掉了 希望不要再來下一隻囉 我求求你拜託就這樣就好了好不好 就這樣就好了喔 這關應該是有卡上線的那種就是感覺啦所以就是 你只要快速的把我們就是那個 豬豬打死的話感覺後面搞不好會有來一堆一堆鴕鳥那種感覺喔 這豬豬王 我第一次覺得豬豬王那麼可怕欸 喔真的欸真的是卡上線欸完蛋了 完蛋了完蛋了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就是 你必須要帶一些能夠擊退紅色敵人的角色來會比較好一點點因為 他會一直不斷的補我們就是那個 紅色豬豬王或是鴕鳥啊 哇塞這個鴕鳥不要再來啦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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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如果真的要打的話我覺得應該帶上那個 黑獸牙王會更簡單一點點喔 就是把鴕鳥給他清掉就好 但是後面感覺好像 好像已經沒有沒有其他沒有其他的那個囉 那感覺應該是有點機會我們把這邊清掉應該就OK了 這一次我覺得還算是蠻OK的啦 就是至少不是一直瘋狂的來喔 因為真傳奇關卡跟傳奇關卡有一個通病就是他很喜歡就是 一直讓你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喔 不過這邊好險好不好 這哪裡可以耍廢的走廊啊 那邊騙欸我的天 這這關也不能耍廢欸 但是應該也是可以啦就是你用一些擊退的角色把他們打到後面去的話基本上 就讓他們慢慢的就是 讓我們角色慢慢打塔也是可以 好險他們後面不是一直瘋狂連出的所以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事情了 哇真的好險喔 可耍廢的走廊 在那邊屁 在那邊想騙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今天讓大家看了就是我們上一期的就是初音的角色三隻 精英靈跟精英靈還有我們的英初音跟初音 我就覺得基本上 他們還是有自己的一番的那個戰鬥力的 所以也不會說就是完全就是 當個倉管啦 所以就看大家想不想抽喔 那過幾天之後有我們的必中的時候我們再來把詩音留哥給他抽回家囉 那大家現在有沒有抽到詩音呢就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對詩音的一些看法囉 那就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 掰掰囉